下席啊下席 你到底还要接人离家多久了 这是我们在你身上 找到的唯一东西 也许跟你的绅士有关 所以你千万要保护好它 一定不能把它弄丢了 这是一个很珍贵的玄机 我会尽力去查找 那些收集文物的人家 是否有女儿失踪 来喽 下席 你去哪儿啊 过来吃饭啊 不吃了 我要去搭姑娘吃了 你才刚出院啊 我送你吧 我真不用了 不许去啊 都 都不带得忍了 大丈夫一言地球司马难追 我走了 你 爸 你怎么那么忙忙事事的 这你自己突然开门的吧 带一个麻烦吧 什么麻烦 你连招呼都不会打 杨牧哥 你刚回国啊 刚到 重目作影 小兄 我们走 爸 杨牧哥 我们先走了 拜拜 这孩子现在是越来有无法无天了 杨牧啊 师母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快让我好好看看 警察灭亡的原因有很多 但是被世人所传送的最多的 就是四皇子抢亲的事情 不过一个朝代的灭亡 它不单单只是因为个人的原因 所导致的 下一程 所有人的报告都已经交上来了 你的报告呢 写好了 来 来 来 站住 这些论文是你自己写的吗 当然是我自己写的 看来你还不太清楚我课程的规则 论文可以写得不好 但是绝对不可以抄袭 你更不能复制粘贴来敷衍我 我看这些你都已经做了 你刚刚说的那些我都没有做啊 是吗 这篇地区型博物馆功能比较 发表于二零零八年博物馆通讯 你倒是抄得挺诚实 连这些两个字你都没有删除掉 还有这一篇 你能跟我解释一下 这个英文字是什么意思吗 哪个 这你早问我嘛 这是我英文签名 原来你的英文名 跟世界博物馆协会给做出过 卓越贡献的论文认定标志 长得一模一样啊 而且就是这么恰巧 这篇获得认定的论文 做的是我 我 姚教授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 瓜哥还要重写 自己选 瓜哥还要重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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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阿姨肯定对茶违金品更赢 都管令李明星 听说她很讨厌她的室友 该不会这次火灾 是她故意的吧 真是可怕 都要被退学了 还装什么人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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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被退学了 舅舅您别开除我 我父母打了好几份工 才把我所上打下去 如果我不念完的话 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啊 这件事 你跟我说也没有用 学校已经做了决定 我也明白你的处境 但 但真的没有办法改 一 volunt集 你好 好 好 宁愤姐 你干吗 李旁洁 李梦洁 别做傻事 傻事 你把手给我 有什么话 我们下来好好说 走 我们去和主任说明 说不定还有回转的余地 我都已经说过了 吹风机我关掉了 火灾不是我引起的 有人信吗 我信 那天我也在房间里 你出门的时候 我确实看到你把吹风机关掉了 没有证据 说了还不是一样 开除对我意味着什么 你永远不会懂的 李梦洁 奇怪 你听我说 李梦洁 你说的我都能懂 你的痛苦 甚至你的不被理解 其实我都懂 大家都觉得 我是考古研究院院长的女儿 被人护着 其实李梦洁 你知道吗 我根本不是亲生的 有的时候我很羡慕你们 开心的时候可以有家人分享 不开心的时候 也可以有人陪着 但我不一样 我永远生活在一个寄人篱下 找不到家人的地方 所有的痛苦 所有的无助 只能往自己肚子里咽 所以李梦洁 你很幸福 千万别再跟自己过不去了 好吗 好吗 对不起 如果真的觉得对不起的话 你就把手给我 好吗 我都不想要 你也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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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亲他 我亲他 谢谢你啊 小悠 我还是弄不明白 李孟杰说你从楼顶上摔下来 那怎么会只有这点擦伤 而且你说你一醒过来 人就在张义的怀里 那张义又是怎么接住你的呢 那层楼可是有十楼那么高啊 你不觉得奇怪吗 还有上一次 咱们去跟经纪公司要钱的时候 那个张义不就莫名其妙地 出现在楼道里吗 还救了我们一命 你说这个张义 会不会是跟踪狂啊 肯定是了 要不然 他怎么会在你每一次出现危险的时候 就出现在你的身边呢 哪有那么凑巧的事啊 你上次跟我说 说发生火灾的时候 有个男的把你抱出来 他那个发型啊什么的 都跟张义差不多嘛 我觉得八成就是他了 这个张义肯定就是个跟踪狂 我一想就觉得好恶心啊 不是 小悠 你见过哪个跟踪狂 会不过生命危险冲入火灾里面 展现英雄气概的 展现英雄气概的 你是电影看多了吧 一辰哥 夏希 我 我没什么 只有膝盖磕到吧 本来没什么事 被你这样一弄真有事了 胖子告诉我 你是为了拉李孟杰 才从楼上摔下去的 别人跳楼关你什么事啊 如果是我想不开的话 你也不会见死不救吧 你的事跟别人的事 能一样吗 哥 你不是也一样吗 当初我出车祸 你不是也二话不说 就把我送去医院了吗 更何况 李孟杰她是我同学 如果我眼睁睁地 看着她跳楼 见死不救的话 也许 我会跟你跟爸爸那样 觉得处处愧对于我 愧对李孟杰了 好 咱们不说这事 反正你没事就行 对了 今天 今天是谁送你回来的呀 晓鸥送我回来的呀 对啊 是吗 那这外套是谁的呀 这个外套 就是我救李孟杰的时候 不小心撕破的 有同学怕我狼狈 好心借我的 真的吗 对了 哥 你的论文写得怎么样了 别提了 你哥我啊 现在快被那个女魔头 给折磨死了 我越来越好奇 这个女魔头到底是何方神神啊 怎样能把你折磨成这样 小夕 要不提点一下你哥 鉴赏文物从来都不只考虑 文物是否贵重 年代是否久远 而最重要的是它本身的意义 在现如今的考古出土中 警察文物的数量 算是比较齐全的 但是为什么它的价格 一直居高不下 这也是因为它的意义 大家在拍奖励的时候 应该会知道 喂 听说姚老师今天过生日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 希望她看在这份礼物的份上 能对我的成绩 收下留情 哇 你太新奇了 要想讨好女教授 重要的 并不是内容 而是心意 心意 对 而且你一定要 郑重下怀才行 只要你郑重地下怀 你才可以牢牢地把她的心 穿住 送住 我只准备了这个啊 好了 今天的课 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老师 老师 这个是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喂 胖子 帮我定下餐厅的位置 好 好 拜拜 游教授 有什么事吗 刚刚替您上课的时候 觉得您对井巢的文物 是非常非常地了解 因为那是史上文化多元 艺术充沛的年代 现在有很多习俗 都是从那个时候 沿袭下来的 自然有很多研究的价值 我最近还听说 有一批失散在国外的井巢 文物即将归国 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事 没错 我也非常期待 会有哪些文物会被展出 我这里 恰巧就有这么一份 文物清单 不知道教授您感不感兴趣 你怎么会有 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我就想说 如果教授感兴趣的话 我是可以让教授摟一眼的 黄鼠狼拜年 教授 你这可就误会我了 我是想借这个机会呢 跟教授学习学习 并且把之前缺客的损失 给补上 要不这样吧 等会儿 我就请您吃个饭 并且 把这文物清单给您看一眼 怎么样 行吧 但是你最好不要耍什么小花样 要是让我知道的清单是假的 你就休想毕业了 同学 能帮我教一下张艺吗 张艺 有美女找你啊 那个死被子还中奖了 同学你好 你找我什么事啊 我找张艺 我就是张艺啊 你就是张艺 还是你们稀有其他人叫张艺的 我还他外套的 就我一个张艺 奇怪 你前几天有被叫去图书馆吗 有是有 但是 我肠胃炎发作了 我就没有去了 不是 那我认识张艺 你到底是谁啊 一边写 那我们这边要两份蜂蜂 餐酒的话 我要八五年的蜂蜂蜂 其他都老样子 好的 看来你是经常到这儿来吃饭 还行 说吧 没有什么打算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我只是用我最浅薄的方式 来向你祝生日快乐 果然有诈 不过还是谢谢你 话说教授 关于我那报告 我们可有人在先 我不会因为你请我吃了这顿饭 我就对你格外看了 那至少 我对你已经很宽宏大量了 要换成别的学生我早就开除了 没说不写啊 不是要给我看清单吗 嗯 还有别的吗 您是在特地找什么吗 没有 这些清单都是研究院登记的 你怎么会有啊 你该不会是偷的吧 我看起来像是 会偷东西的人吗 那可不一定 你之前的报告 不是很多都是偷的吗 那是因为 这些资料是别人偷付给我的 我爸很重视这个项目 所以就由我来负责了 你爸 考补院的院长也信下 你该不会是他儿子吧 嗯 难怪你不用来上课 哎 等一下 话可不是这么说 我不是因为我爸是下船 我才不来上课 而且正好相反 我就是不想因为我爸的名气 让我自己开挂 我想让他知道 我不用按照他的期待来上课 我也一样能闯出一番成就 那你为什么又愿意回来学校呢 这还不是因为警察文物展的事吗 夏宜辰 有件事情我想请你帮我 姚教授的忙 我怎么敢不帮啊 我想去展览当电视研究员 能不能请你帮我引荐给你父亲 我刚想说 不要拿他当我的后台 你怎么就 事成之后 我请你当我的研究助理 能当我的助理 相信大家对你的肯定 就不仅仅是 你爸是夏院长了吧 还有啊 这一次毕业的分数 还有可能会 服务员 我这边要一瓶十二年的威士姐 我今天去找那个叫张艺的 结果发现 他并不是我们之前见过的那个张艺 不是张艺 反正不是我要找的张艺 我也不知道 那帮我拿回钱 又把你送上救护车的人 到底是谁啊 不清楚 对了 萧勇 你之前不是为了搞清楚 我为什么会莫名其妙消失 送了个摄像头给我吗 嗯 然后我就在火灾之前 躺到你房间试了试 后来 我就不小心睡着了 我记得说明书上说 档案会自动上传云端 也许 有了 你快看 看看李梦杰真的是被冤枉的 我明天就要把这个视频交与老师 这样他就不会被开除了 他还差点因此丢了性命 也是挺可怜的呀 我之前也被大家排挤过 知道这种滋味 这个 这也不是那个 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 那个男的吗 他怎么会出现在那里 那他怎么进去的呀 租门 还是窗户 他到底是谁啊 怎么醉成这样 我很高兴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你知道吗 先进去好了 我的学生 都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 还请我吃饭呢 你呢 你呢 什么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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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我呢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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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主任 真的太感谢了 谢谢主任 林梦洁 我终于找到你了 下期 怎么了 你怎么喘成这样 还不是 还不是为了告诉你 一个好消息吗 好消息啊 给你 这上面写 是他们公司的吹风机有问题 才导致宿舍吃火的 你好好看看 我已经跟系主任说了 他说既然不是你做的 你就不用被开除了 这 真吗 可是 为什么 因为啊 我找到了吹风机自己着火的视频 吹风机厂商也愿意向学校说明情况 并承担火灾的损失 这样你就可以继续读书了 也不会对不起你妈妈了 你怎么办 小夕 谢谢你 没事 我们都是同学嘛 我以前还老说你坏话 哎呀 过去的事你就别想了 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 别让你妈妈太累了 嗯 我会的 嗯 嗯 你坐这个自行车是 这是送给我弟的 啊 我都不知道你还有个弟弟 他一直吵着要抬自行车 昨天刚好发工资 就买给他了 还挣了一个风车呢 我来帮你一起完成吧 好 那怎么行啊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这要怎么做也不错 把那个拿过来 还有那个 好 谢谢 进来 爸 你怎么没在学校啊 又有什么事 我 我们学校姚教授 想过来见你 夏远长您好 我是姚欣 我在夏宇晨所在的戏里叫 我知道你 你在世界考古协会上发表的论文 十分精彩 谢谢夏远长 这孩子又有什么事儿 让你亲自跑一趟来找我啊 嗯 您别误会 夏宇晨最近上课挺认真的 是这样的吧 姚教授对于警察十分地了解 您不是要准备办这个警察文物展吗 嗯 姚教授就想 有没有这个机会能在展览里面 担任剑事研究员 尽一份心理 老师 我整理一些资料 一辰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关你什么事啊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杨沐刚回来 你连招呼都不会打一下 老师 没事 姚教授啊 真抱歉让你看笑话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杨沐 刚从美国回来 这次我特意让他的人 展览会的负责人 你跟姚教授的事儿 就跟杨沐说吧 展览你让他负责 是啊 有什么我可以帮得上的吗 一辰 是这样的 我所研究的领域 律师的警察 很希望可以在这一次 警察文物展当中 帮忙做见识 能有姚教授 这么专业的人才加入 是我们的荣幸 还有件事情 我想请夏宜辰当我的助手 好啊 如果这小子愿意 那我也没有理由拒绝 杨沐 你把资料给我 他们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好的 好 好 一辰 听说你又回学校了 恭喜啊 这一次能在一起工作 我很是期待 我不期待 萨一辰 老婆 计划就要开始了 夏宜辰 我要不是答应你了 我才不想跟那个家伙有瓜葛 好咯没 好咯没 妈 等一下 马上 好 去吧 月气太远啊 孟杰 妈妈要去工作了 记得帮忙给弟弟做饭啊 好 我知道了 阿姨再见 再见 走了 你妈妈这么晚才上班啊 晚上工资高 可是这样很伤身体的呀 月气球 救命 这 小夕 小夕 是你 你怎么又出现了 这 这 这什么情况 你 到底是人是鬼啊 我去的都不堪 有现在的陪伴 像一种决心 我就有了答案 我可以再忍耐 把眼底失落 变空白去 等着你转身走过来 你时辰依赖 在时空之外 我 知道是爱 我 知道是爱 值得去爱 不怕爱多困难 越难爱越勇敢 用温柔的陪伴 把一切都交换 不管路多辗转 越曲折越乐观 带时间的转弯 担借我们爱 担借我们爱 爱 爱 不怕爱多困难 越难爱越难 越难爱越勇敢 用温柔的陪伴 把一切都交换 不管路多辗转 越曲折越乐观 在时间的转弯 担借我们爱 爱 值得去爱 不怕爱多困难 不怕爱太贬 раз 美国有常听作 热补 viel mos bound 大家 respect 我们散借我们 of 知道书 我 听 dull 只限女人 我 知道是爱 不怕爱多困难 要ru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